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里确实有几件事相委托给诸位 如今工程已经完成选址 各式箭材准备妥当 但尚有三件至关重要的物品没有着落 这三件物品分别是明霞浮生石 千奇核心 以及仙家浮露 这恕我冒昧 除了浮生石外 后面两样我从未听说过 规格够大的浮生石 才能冠以冥霞之称 这是保证群玉阁能够升空的基础 千奇核心 则是群玉阁内机械结构的核心 至于仙家浮露 它的效用是将机械装置与仙家术法有效结合 同样不可或缺 虽是三样罕见之物 但以诸位的人脉和能力 找齐它们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冰桂神速 一切全看效率 我会以好价收购你们找来的材料 此外 前三位找齐材料的人 将得到一次向我提问的机会 无论是什么问题 我都会回答 我相信 以此为报酬 必不会令各位失望 这东西虽然难找 但如果能问到黎月岗明年的规划 那就是天价的生意了 谁从宁光大人那里问到消息 谁就掌握了仙机 真是巧了 不久前我刚听说过有关浮生石的传闻 各位 数不奉陪了 我先行一步 可恶 我们也赶紧出发 不能被别人抢先了 可恶 我们也赶紧出发 不能被别人抢先了 重修群玉阁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也去看看吧 方才我说的话 你们都听到了吧 如何 可有兴趣参与此事 只要是我知道的事 均可如实相告 真的吗 那我要问 宁光小姐是怎么经商的 这样以后旅行 我们就再也不去摩拉用了 当然可以 不过 传授多少心得 全看二位的表现了 群玉阁重建一室 占地较大 我将地址安排在黄金屋外的废弃矿场 收集到的材料 都送去那边吧 我另有要事 不能陪你们前往现场 你们到了那里 联系我的秘书就好 千万注意时间 难得的机会 可别被别人抢先了 宁光小姐真是个大忙人哪 我们也快点出发吧 首先得先从玉京台离开 你看 那边气氛好像有些微妙 哎 小姐 我看你风度翩翩 气质不凡 一看就是在这次重修群玉阁中独占熬头的料 我们这里有关于那些材料的情报 来 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不需要 别这么说嘛 哎 哎 别走啊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跟上 是 是 你听见了吗 那些人好像有情报哎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情报了 快跟上去看看吧 嘿嘿 小姐 这次你终于没地方跑了吧 放心 我们也不是什么坏人 出点钱就能换到宝贵的情报 大家谁都不亏嘛 老大 我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你看他身上的气质明显和别人不同 头发也是白的 不像是普通人 那又如何 好不容易遇见一只飞扬 不载他一刀 咱们的赌债怎么还 我说了 我不需要你们的情报 如果你们刚刚没有听到 那我再重复最后一次 哎 小姐 你说你这么大一个人 怎么一点常识也没有啊 这不是你需不需要的问题 你只要乖乖的把钱拿出来 交给我们就好 我 别狡辩 你有钱 我看到了 你先去琉璃亭 点了满满一桌子菜 却只是稍微尝了尝 然后又去新月轩万民堂 把招牌菜全点了一遍 又是每样只吃一口 如果不是富家千金小姐 哪来如此奢侈的习惯 既然你这么有钱 问我们一点怎么了 虽然师父叮嘱过 不要在黎月港里动手 算了 或许 这也是命吧 老大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怕什么 咱们卖情报又不犯法 他要是敢动手 咱们告他个倾家荡产 哦 又是你们几个 千眼君 千眼君怎么来了 是你干的 哼 多管闲事 信不信我 住口 还敢威胁别人是吧 跟我们走一趟 大人别生气 明天我慢慢跟您解释 神鹤 神鹤 我的名字 哦 原来你叫神鹤呀 我的名字是派蒙 这位是旅行者 我听说过你们 刚刚 谢谢你们帮我结尾 虽然我自己也能解决 据我判断 只要抓着那个人的脑袋 敲三下地面 他应该就会服软 呃 不 不可以用那么暴力的办法啦 这里可是离乐港 要遵守离乐港的律法 律 法 我确实没有听过 啊 真的假的 那你以前 是我的肚子在想 因为没有吃饱 居然这么坦率地承认了 说起来 刚刚听那些人说 你到许多餐馆点菜 每样却只尝一口 这样肯定是吃不饱的吧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清心 琉璃百合 琉璃带 这些是我平时吃的 药材 呃 好像解释不通 不补卢就在这附近吧 我们不如带深鹤去饱餐一顿好了 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嘻 你说深鹤他会不会是仙人呀 他好像是第一次来离乐港 也缺乏很多该有的常识 但是 如果是仙人的话 就能解释得通了 到底是哪一位仙人呢 嗯 真让人好奇 两位是来抓药的吗 可还记得药方 清心 琉璃百合 琉璃袋 各要半斤 这是什么药方 简直是拿药当饭吃 给 这就是本店全部的存货了 多谢 啊 这 真的在吃 嗯 不饿了 多谢款呆 不好吃 其味虽略带清香 但吃多了就只剩下苦 酸 色 那深鹤为什么宁愿吃这些 也不吃饭馆里的菜呢 要是我有很多摩拉的话 我肯定要去最高档的餐馆 点好多好多好吃的 一口气全部吃掉 因为我也不确定 以后自己会不会留在这里 人间的饭菜固然美味 但若是我将来回归山野 对美食的回味 反而会成为修炼的阻碍 所以浅尝辙止 明白各种滋味便好 回归山野 不会错 这个人绝对是仙人 我的师三且不提 两位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对啊 差点忘了 我们可是来参加重修群玉阁比赛的 但 耽误太多时间 事情可就做不完了 原来如此 那个比赛 我刚刚路过的时候也有所耳闻 嘿嘿 毕竟赢了的话 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问呢 春后也是来参赛的吗 我确实是为重修群玉阁而来 不过此前并没有参赛的想法 如今承蒙你们照顾 我也想助你们一臂之力 放心 并不需要什么回报 哇 这怎么好意思 不过有些人帮忙的话 事情应该会好办许多 那事不宜迟 眼下 我有一个作战方案 好耶 山鹤提出来的方案一定很厉害 厉不厉害我不太清楚 不过 应该很有效 只要把排名比我们靠前的人全部干掉 我们就会成为第一名 不可以 怎么想都不可以吧 是吗 但我听说 竞争本身就是相互倾压 相互算计 我们可是要堂堂正正地拿下第一名 明霞福生石 千奇核心 还有仙家福禄 我们就按顺序上好了 首先是福生石 我说怎么店外就能听到争论的声音 原来是你们来了 白族 你怎么来了 宁光小姐要采购一批商药 店里的药材不一定够用 所以我亲自过来筹备 咦 宁光小姐要这么多商药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 听说她要重建群玉阁 可能是工地上要用吧 总之是客人的隐私 我不便多问 她还从我这里借走了七七 啊 步补炉现在非常缺人 几位要不要留下来做份兼职 不了不了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 嗯 说起来 白族见多识广 有没有听说过 明霞福生石 是说群玉阁要用的那种吗 我记得七脏山经里提到过 明霞福生石激活后可直上云霄 非常稀有 有明文记载的明霞福生石 基本已经被开采完毕 皆是有主之物 嗯 比起我 飞云商会应该对此更为了解 原来如此 那我们去飞云商会问问吧 谢谢你啦 白族 不客气 祝你们顺利 有什么需要的话 来步补炉找我就好 我 明霞福生石激活 宁光小姐需要的商药 未免优点太多了 重修群玉阁 原来是这么危险的事情吗 奇怪 乖